吊三睡 吊三睡 是啊 我是你爸的老战友 一起插过队的赤脚兄弟 你 你把我抓到这儿来干吗 你这怎么能叫抓呢 这是把你请到这儿来 不用这个方式请不动你啊 难道你不知道 我们家已经一贫如洗了吗 春雷倒闭换了老板 这可是轰动社会的大新闻啊 我吊三睡怎么可能不晓得呢 那你把我抓到这儿来 还能炸出什么油水来 说得是吗 你妈都卖大饼了 大饼里能炸出什么油水来 那你把我抓到这儿来 到底干什么呀 小兄弟呀 亲爱的小兄弟呀 我吊三睡是个非常重情义 重感情的人 当年我承包你爹的生煎馒头店 且过我一时糊涂 用死猪肉做馅 吃死的人 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 我是亡命天涯 是你爸 替我背了这个黑锅 这种大安大德 我真是一辈子也忘不掉 现在你爸是落难 你们春雷倒霉了 我就想能够帮上你们一把 对吧 帮助你们春雷东山再起 要还了我欠你爸的人情债 想让我上钩 你做梦去吧 怎么 你不信啊 没有 我没不相信 我就是有点太意外了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主要是我欠你爸的人情债欠的太多了 不保你们 我这良心不好过呀 你们现在太苦了 不瞒你说 我们现在的苦日子 确实不是人过的 确实不是人过的 这么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 不要灰心嘛 我们现在不是来帮你了吗 跑是跑不掉的 只有将计就计了 怎么 你不信我们能帮你啊 我相信你能帮我 那你拿钱来吧 什么钱 你不是说你要帮我吗 你不给我钱 你怎么帮我呀 这小子真好玩你看 我一猜你就是逗我玩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谷云有云 给人予予 不如受人予予 我不是给你钱 我是帮你赚钱 赚大钱 对 我就是要赚大钱 只要能赚大钱 我妈就可以不卖大饼了 只是 赚钱啊 总是伴随着风险 那 赚小钱 有小风险 赚大钱 有大风险 只要能赚大钱 再大的风险我也不怕 跟我吹牛呢吧 你小子真有那股的狠劲吗 我不是吹牛 我们现在日子 你可不知道有多苦 天天吃萝卜干喝西粥啊 吃得我人都快成萝卜干了 这样生活有什么意思 只要能赚大钱 让我掉脑袋我也不怕 好 只要你有这个决心 挣大钱的事 包在兄弟我身上 我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让你去送一套毒品 你敢吗 送毒品 就是送炸弹我也敢啊 只要能让我摆脱现在的苦日子 干什么我都行 好 来来坐坐坐 我就喜欢这油胆量的孩子 事情很简单 你只要按照地址 把这包东西送到 然后呢 跟接货的人对上暗号 你把东西给他 他把钱给你 你把钱拿回来 完事你钱就挣到了 就 就这么简单 来 我现在把地址和暗号告诉你啊 你说你也真是的 这么大个人 你还能让他给掳去了 你说你 我又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警察 潮生那么大个人 我怎么看得住他 我每天跟着他 我我 我比深圳开车的时候都累 我头都晕了 大家先别怪大牛了 现在最主要的 是得搞清楚 这是一帮什么样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绑架乔生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可以肯定绑架乔生 一定不是为了钱 所以我们可以从 乔生以前在社会上接触的人 开始查 我想起来了 乔生以前跟一个在夜总会 陪酒的叫咪咪的走得挺近的 前两天我还看见他去找过乔生呢 陪伍小姐 这个线索很重要 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这种事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就有啥好说的 你是怕丢大江的脸是不是 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就这臭毛病 大牛啊 在这种场合的女子 很容易和黑道上有交往 这个线索的确很重要 会不会 是因为乔生不理那个咪咪了 所以咪咪 才找人绑架了乔生 有这个可能 但恐怕没这么简单 这伙人现在想干什么 我们还不清楚 我们最主要的 是要考虑到乔生的安全 月谦啊 你放心 我已和局长打过招呼了 会尽量安排多的警力 去排查那辆盘子的面包车 肯定会找到乔生的下路 连接安排得很好 我们就爱连接说的办 大牛啊 你现在跟我去夜总会 给我指证咪咪 我派人二十四小时监控 行 咱现在就去吧 走 那月轻 月轻 月轻 你先别着急 那边有什么情况 马上告诉你 晓风 冰冰 你们照顾一下 放心吧 走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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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着急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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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着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你筹筋 就是你刚才跑这一趟的筹筋 一万块 跑这么一趟就有一万块钱啊 小生啊 这就叫挣钱不吃力 吃力不挣钱 但这一万块钱 只是小玩玩的 这还不算生意 怪怪 要照你这么说 要是真做起生意来 那还不得十几万上百万啊 十几万上百万啊 算生意 算小生意 天哪 那要是做起大生意来 还不一夜就成千万富翁了 小生啊 只要你有足够的胆量 成为一万富翁 也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就看你有没有胆量 有 我有胆量 只要能赚钱 把春莱大酒店买回来 我死都不怕 兄弟我找你来啊 就是要挑你挣大钱啊 主要是因为 我欠你爸人情欠得太多了 这笔人情债如果我不还清 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好 那我就替我爸爸谢谢你了 我听你的 我们什么时候干 什么时候干呢 明明回头会跟你联系 但是我让你记住一件事 赚钱赚得多 风险自然也大 今天这件事情 除了在这个屋里的几个人之外 你绝不能跟任何人说 万一你说了的话 不光你钱挣不到 我保证你掉脑袋 你放心吧 我又不是傻子 为了我自己的脑袋 我也不能说出去 好 那你先回去吧 回头我让冰冰冲指你 好 钱放好了 好 他会说 海洋 你已经是十分开心 还说 你还想赶紧 我想赶紧 你还想赶紧 你还要赶紧 你来 deemed 你来赶紧 你要赶紧 我们要赶紧 那你怎么知道 你先给你的赶紧 我现在等到一分之后 我们都眠赶紧 再赶紧 你怎么还给你 给你呢 我现在又要赶紧 吊三顺 三顺 刁三顺 他以为我过好日子过挂了 过不了穷日子 他想利用我给他卖毒品呢 这么多钱哪来的 刁三顺给了我一个黑包 让我交给南远宾馆317 里头一个叫黄毛的人 就是他给我的 那包里是不是有毒品啊 我估计刁三顺是试探我 我就将计就计 里面肯定没有毒品 这个畜生 把大江给害惨了 谁又想来害你 不得当心啊 刁三顺啊 他看我接了这钱 他以为我 你看他说这钱 我看他有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有毒品啊 我看他有毒品啊 这钱你会有毒品啊 我看他在沙特上 你不得了 我看他说他 你干什么呀 是什么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女这么说 他们是在试探我们的耐心 是想跟我们玩 猫捉老鼠的游戏 那我们就奉陪到底 一定要传出去 这是一次比耐心和比智慧的较量 那先等待那条大鱼上钩 是 大江这一走 一晃这么长时间了 我听赵地说 他最近就要回来了 是吗 要回来了 他这看到我跟乔神俩开了新店 肯定会特别高兴的 这店算什么呀 以后我还得开一个比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 是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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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明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花样呀 夏天啊 你可回来了 你们受苦了 爸 来 爸 来 看看新房子怎么样 不错不错 这段时间 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开了新店租了新房 我真的挺为你们高兴的 能看出来 你们 这段时间受苦了 其实我们倒没什么 关于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外谋生不容易 我就不明白了 老是打电话催你回来看看我们 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回来 这一年半载的哪怕回来一次看看也行啊 爸 其实你们的一点一滴我都是了解和清楚的 我真的很 很理解你们 付出了很多辛苦 爸 其实不辛苦 这点苦跟你们那时候 当知青相比算得了啥呀 有 你能这么说我真的很欣慰 爸 其实我有点事想跟您单独谈谈 那行 你俩谈谈 我去做饭去 什么事啊这么神秘 爸 这段时间叼三顺在东吾出现了 那报警啊 是 已经报警了 现在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就等鱼儿上钩了 是应该把这个叼三顺绳之以法 他把春雷害惨了 小生 你这么做爸爸和妹弟高兴啊 爸 还有件事 你说 我那个 考取了东吴商学院的研究生 考取研究生 一个这么不爱学习的孩子 考上研究生了 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其实啊 我妈也高兴得没看眼笑呢 小生 既然考上研究生了 我们就要好好地度 我们老宋家 从来就没出过大学生 更别提什么研究生了 好好读 可是爸 我改主意了 你再说一遍 我不准备去商业院读研究生了 老毛病又犯了是不是 我有什么毛病 你小学的时候作业就让别人做 初中的时候就开始逃学 还要我接着万象说吗 爸 你说哪儿去了 我是想边创业边自学 你觉得自己了不得了是不是 翅膀硬了可以不听我的了 干嘛呀 这四年多了刚回来 回来跟儿子争 这儿子也长大了 这有些事情也让他自己拿主意 我让他多学点知识不对啊 爸 我会学的 我会不断充实我自己的 您放心吧 我 最近我 理解得挺深刻的 其实我 我发现有些 社会实践中的知识书本上 不一定能学得到 即使你这么说那也有道理 我也没上过大学啊 搞企业的很多经验 都是在实践中慢慢悟出来的 确实是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是考上了大学 说不定你能够超过李嘉诚啊 你别笑话我 你是不是觉得 我在深圳就没混出个样来 在这儿跟你吹牛呢 别那倒不是 就凭你现在这身打扮你的气派 你在深圳混得肯定是不差 深圳怎么说呢 其实这问题我考虑过 我觉得 我爸肯定一直啊 在实施什么重大计划呢 什么计划不计划 那还不是当时在东吴混不下去了 想跑到深圳 混得一个人模狗样的再回来 是吧 别的咱们就不提了 咱们言归正传 爸 你到底同不同意我这个 不上上学院 边创业边自学呀 你问我的意见 那好我告诉你 既然考取了 那就不应该放弃这个难得的读书机会 必须把它读完 服务员买单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死死地跟着我雕三顺 不出一年半载 我一定会把你从一个穷小子 变成腰缠万贯的大富豪 谢谢雕叔给我的发财机会 我给你写信了 没收到吗 收到 我怎么没归信呢 我把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能有什么误会啊 什么误会都会有 我现在回来了 什么话当面说都好 感冒了 最近不知怎么了 总是咳嗽 有什么事你说 大江啊 你知道我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吗 亲生的儿子在面前 我却不能相认 乔生啊 他也不知道我就是生他的妈妈 我想关心他一下不行 我给他买一套衣服 他都穿不到身上 乔生爱一直误会我 认为我那次去深圳 是为了告他的状 其实我那次去深圳 是要质问你 为什么把我的儿子宠坏了吗 小方啊 这个状你是应该告的 就是告状也是为他好 他以后会明白的 你放心 我总有一天 会把这些事情跟他讲清楚的 总有一天 我不能再等了 你看你好不容易回来了 你就安排我们母子相认好不好 小方 现在不是时候 这不能着急 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场合 你要是不安排啊 我就自己去认他 深圳警方 又获得了最新的情报 南方的毒贩有可能在几天 在东吴出现 所以缉毒大队和刑警大队 进入紧急状态 是 我们俩商量过了 决定在所有的车站码头 和入城的要道 对车辆进行排查 南方至东吴有十五条通道 其中公路七条 水路八条 你们调集所有的警力 下午五点钟开始进行全面排查 是 是 这批罪犯既残忍又十分狡猾的亡命之徒 他们千方百计的逃避追查 我们稍有疏忽 就会让他们蒙蔽过关 所以我们组织警力 准备在全市进行巡逻 对于这帮狡猾的毒贩 在检查的工程当中 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是的 我已经对每个检查站的工作人员 我已经对每个检查站的工作人员 进行了认真的交代 另外我缉毒大队 会全力配合刑警大队的 百密一说啊 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预案 周密部署第二第三套方案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局长 这第二第三套预案早就做好了 好 那你们怎么不说呢 不正向你汇报吗 想到我前面去了啊 局长 我们也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不过局长请放心 我和孙队一定缓缓相扣 纵使他有孙悟空的本事 也难讨伐我 好 坐下来研究一下 母子相认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不光欠缴到我们两个 还有大牛 岳青 他们也得知道 那我们之前就要做一些工作 要让他们有一个思想准备 搞突然袭击 他们会受不了的 你就知道考虑他们接不接受得了 你怎么没想过我这个当妈的 最近 我正在说服乔生去工作研究生 他不肯 正叫着劲呢 等把这件事情落实了 再说你看行不行 你看 表个态呀 还表什么态呀 我也看出来了 我这个妈又当成了 还得继续当阿姨 等你们相认以后 让他多叫那几成妈 把过去的全给你补回来 记得去看医生 这两年你们也不容易陪我一起从金三角兜了一圈回来 摸爬滚打的也吃了不少苦 我决定了 等这次生意成功之后 我留一半 剩下的一半 和你们两个人平分 和兄弟三个人 一起发财 是 谢谢浅哥 兄弟太感谢你了 这么多年没白给你啊 不用谢我 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 别该犒劳犒劳你们了 喂 浅哥 那个离东吴还有三十公里了 东吴的猪野打电话来说 今天东吴出站设立的好多检查站 也不知道是位置 对过往的车辆盘查十分严格 我们一定要小心为上 不能出半点纰漏 是 浅哥 你放心 人在祸在 不会出半点纰漏 对 没错 混子 哎 前面有个死尿 开过去 我要是觉得读书没用的话 当年就不会那么拼命地复习考上大学 更不可能当上重点中学的校长 我只是想说 其实学习的形式和方法 是有多种多样的 咱们可以走进学校学 也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来学 只要他肯学肯努力 就一定能成才 你以为你是乔生的父亲 就一定是最了解乔生的那个人吗 其实最了解乔生的 是他自己 乔生已经长大了 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乔生了 我觉得你应该相信他 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他不读研究生 那他干吗要考呢 这个事情乔生跟我聊过 他考研究生 只是想证实一下自己的能力 哦 是这样啊 好 你好 请向上接受检查 好好 来点看 上去 上去 里边 连长 有情况 什么情况 在后备箱发现一个箱子 警察同志 来 警察同志 来 我不会 你不是那个孙连杰孙警官吗 好久不见啊 原来是前敌啊 是 老相识了 最近忙什么呢 和几个朋友一起做点小生意 这两个人跟了你不少年了吧 都是自己的好兄弟 动物干什么 准备开家夜总会 不过说来惭愧啊 这合作方呢还在洽谈中 不过孙警官 如果到时候真的开张的话 你可一定要来捧场了 再说吧 孙警官 想当年我向赵梦追药彩礼 逼人干了那件蠢事 现在想想 真是惭愧啊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也啰嗦一句 你还年轻 回头是岸 为时不晚 如果你再做坏事的话 那等你的就是 我也不用多说 你好自为之吧 孙警官教训的是 把箱子打开 好 都是一些日用器 这什么 孙警官 那我 可以走了吗 走吧 我们对哥哥出入口 进行了认真的检查 都没有发现冰毒 海洛因 大麻 摇头丸等任何毒品 有没有发现 可疑的车辆船只什么的 似乎是有 但没有真实的疲倦 只有一种可能 他们将毒品 放在城外的某个地方 然后直升进城 和城里的毒贩 进行联系 发现安全了 再选择时机进行交易 也有可能 在城外进行交易 我们在影山检查站 发现一辆红色的桑塔纳 非常可疑 桑塔纳 桑塔纳 主员 今天您特意让我 叫上青红白虎 去南亚宾馆 总不会就是想 请我们 搁几块聚餐吧 去见个生理活吧 南方的商家来人了 好啊 终于可以开始行动了 做这么大的交易 这不能草率啊 主爷真不愧是沙场前辈 兄弟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我跟南方那个客人说 带个人去跟他见面 他可谨慎了 头摇得跟不冷股似的 怎么意思 是信不过我雕塞社还是怎么着 跟我跟他一说出你的名字 他就同意了 还非常想跟你见一面 南方的客人认识我吗 这其实是认识啊 而且还打过交道 行恶掉了地 南方的客人都跟你这么熟 我对你可要刮目千看 他具体是南方哪儿呢 怎么会认识兄弟我呢 深圳 主爷 如果是深圳的话 那难怪 我在深圳啊 在那儿混过四年多 也可能是 生意场上打过交道的一些朋友 不是 他说是在东吴你们认识 我在东吴除了那几个知青兄弟之外 还有两个同学 剩下认识的朋友可真就不多了 潜敌 我们在检查这辆桑塔纳的时候 没有任何发现 但是打开后备箱 发现一支皮箱的时候 我们的两条锦桶 窜来窜去异常活跃 皮箱里也没什么东西 空空荡荡的 显得很不正常 车子是什么牌照 深圳牌照 还有其他疑点吗 车主前嫡多年前在东吴 因为蓄意商人被判入狱两年 刑满释放以后呢 就到了南方做生意 警犬对着皮箱狂叫 那就说明里边有毒品 或者这个箱子装过毒品 也有可能 车里边 有毅燃毅爆的危险品 不错 经过专业训练的警犬 对毒品毅燃毅爆 会特别敏感 立即对进入东吴的外地车辆 进行一次彻底的排查 特别是车的主人 前嫡 看看他住在哪里 车子停在哪里 你如果要是车帮作与愿 去哪里 你这不乱的 他不乱的 让我乱的 不乱的 走 怎么不走啊 我看那辆车呢 没看了 前提在里边等咱们 好 钱哥 又在这遇上了啊 多年不见了 把这个姓刁的给我拿下 老师弟 钱哥 这么多年不见了 你不是说请我喝顿大酒 跟我来这时候 这 这从何说起啊 刁三顺 你他妈的是个什么东西 我给朱爷打电话 朱爷说你和他在一起 我就和朱爷说 你不敢来见我 三顺 你可真长能耐了 好 既然你来见我了 你的死期就到了 钱哥 你听我说 我真不晓得 我为什么不敢来 那说起来 咱们当年还是互相帮助的 互相成兄道弟的弟兄嘛 俗话说 相礼不相亲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说我听听 我跟你们断的 到底是谁对谁错 朱爷 这是我和刁三顺之间的个人恩怨 和我们俩合作 谈生意做买卖没有任何的关系 朱爷你尽管放心 当初为什么向警察通风报信 害得我吃了两年的官司 钱哥 你真是误会了 江湖上的规矩 兄弟我能不懂吗 宁愿出卖爹出卖娘 我绝不会出卖兄弟你呀 朱爷 你都听见了没有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呢 三顺 你去骗三岁小孩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初我要去毁赵梦荣的时候 屋里出了我的这两个兄弟在 就只有你在吧 我冤枉你了 钱哥 钱哥 你听我说 两点 第一 您去毁那个赵梦荣 您选择地点 选择在火车站 火车站那个广场 人来人往 历来都是治安的重点 选择那下手 这是不是有点自投罗网 其次 您那两个手下 那身手 我实在不敢恭维 不是我说我怎么样 警察这么多年来抓我 没抓住 但是您那两个手下 三下五串 就被警察给抓住了 你想当时一看情况不妙 一走了之 谁也查不出来是谁干的 这个事就过去了 这个是关键了 陈老弟 刁老弟说得有理啊 咱不能卧里斗啊 朱爷你这么一说 那倒也是呀 我把话都说清楚啊 都是出来求财的 兄弟我是为了求财 才跟着朱爷过来的 如果说你信不过兄弟我 行 今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各走各地斗 好吧 我现在就走 我马上就走 好不好 我走 我走嘛 老实点 我看你是多心了 刁老弟是个讲义气的人 不会出卖朋友 你应该向三顺赔个礼道个歉 不然 我们的买卖怎么做 刁老弟 我刚才是试试你的胆量 得罪得罪 放开放开 赵弟啊 哥你来了 快坐 咱们账上现在还有多少钱 可流动的资金有一百二十六万 我正好跟你说一下 这一百二十六万的用途呢 一百万给我留着我有用 给你打到深圳去 不是 乔生要创业 他不是要读研究生吗 他不要读啊 他非要创业 那我就得支持他呀 好的 好 你忙吧 好 你看你还动刀子 刁老弟 别生气 来 钱哥 向你赔礼道歉 来 喝茶 我什么时候能看一下货呀 朱爷 你真会开玩笑 进东吴的道口那么紧 我怎么可能把货带到这里来呢 那你的意思是 朱爷放心 我已经把货藏到一个秘密之处 尽管是这样 进东吴检察站的时候 那警察还是对我横加盘问呢 那两只警犬 对我藏过货的箱子 那是汪汪迟教啊 朱爷呀 当时呀 我真是心惊胆战啊 那咱们把交易 放在郊外 好 就放在郊外 朱爷 不过我前某人 把丑话说在前面 咱们必须一手交现金 一手交货 怎么样 那当然 见着货 现金如数给你 那也是当然 咱们就按江湖上的规矩办 朱爷 不过这次交易要多等几天 等风声过去了才好啊 谨慎点好 小心为上 想那块了 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了 朱爷 那具体的交易时间地点 咱们就电话联系 好 今天呢 就到这里 我 请大家去吃饭 不用泡飞了 我跟孙长还有事 以后再聚 好 那就以后再聚 那个 我想跟你说句话 怎么了 德老弟 这欠我已经到了 难道你对刚才的事情 还耿拱于怀呢 不是 我在下面看到有辆红色的车 是你的吧 没错 是我的 我建议啊 你还是套一个当地的牌 小心为上 我端上又得来 我只是一 Fin 走 一下 走 走 走 动摇动摇 目标进入了女携手间 动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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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中文字幕——YK